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向了新的高潮 AI加行业商用落地的速度不断加快 从出行 金融 医疗到智能家居等 市场和需求愈发细分 自动驾驶 作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热点 仍在继续发力 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同时 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 无人驾驶路测的开放和规范 无人驾驶示范园区 智慧高速公路的建设落地 全都以前所未楼的力度 推动着产业发展 以智能家居于音交互终端为代表的硬件 走进千家万户 并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带有麦克风 摄像头 屏幕或更多传感器的智能终端出现 具备联网 交互 语音 视觉等能力的硬件设备类型也更加多元 同时也推动着人机语音交互技术不断更新迭代 商业服务机器人公司的集中出现 背后是线下零售店 配送服务 家庭儿童教育等多种落地场景的日趋成熟 包括京东 美团等巨头在内 都在尝试让这种方式真正参与到商业日常中来 热门赛道的纵深发展也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 交通 安防 教育 医疗 零售等传统行业 也在AI技术的推动下 催生了一批新的产业颜领者 商汤科技等计算机视觉公司将加载了 优质算法的人脸识别等技术引入安防 金融等领域 推向科技等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医疗影像诊断 在教育领域 松鼠AI制适应教育 推动AI自适应教育技术场景的落地化应用 让AI教师发挥作用 资本的关注 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技术研发的深入 也让人工智能领域 成为新的独角兽和准独角兽公司的集中地 因此 AI黑马联合人工智能行业媒体黑制 从专业以及产业洞察的角度 评选出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准独角兽榜单 这份榜单中 包括20家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 以及30家中国人工智能准独角兽公司 独角兽公司最早用来指那些在私募和公开市场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 此后 独角兽成为流行于国内外的赋予创业公司的赞誉 而近几年 这一概念也逐渐变化 人们的视野更加聚焦在科技独角兽身上 政策的利好随之而来 2018年 各交易所 证监会接连表态 要吸引国内独角兽上市和海外优质红酬股回归 政府支持新经济发展和科技独角兽上市的大方向已经非常明晰 最具吸引力的证监会类似大行业IPO开特殊通道 其中就包括人工职能 基于此 并综合了企业等行业地位 融资情况 成长性 技术实力等条件 我们筛选出20家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 他们成长迅速 已处于不同细分领域的领先位置 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并探索出了独特的商业模式 已具备较高估值 30家人工智能准独角兽公司的估值 也均已达到1亿美元以上 虽然部分公司成立时间尚不算久 但他们均拥有技术领先优势 在AI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 具备较成功案例 是具备高速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的创新型公司 我们评选出的50家公司 只是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现状的一个极小的缩影 但这些入选者 已在不同领域中 对商业未来的模式 和我们的经济生活 带来了全新的改变 在未来 我们还将见证他们的成长 以及看到更多的革命性的技术和研究涌现 更多的行业营用的爆发 以下就是2018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 Top 20和2018中国人工智能准独角兽榜 未来也来 一起面对 新本门由I黑马 ID IHEIMA原创 如需转载请留言 让创业不再孤独 提升普通创业者的成功率 欢迎关注I黑马 戳阅读原文 报名餐